欢迎收看警讯 Jerry,今天又和你拍档做主持 我知道你应该带了暑期公的求职终局 给大家帮 是的,Kevin 今天我会和大家讲一下 另外一种暑期公的求职陷阱 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 避免墮入求职的骗局 不过在揭露求职骗案之前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车 经常都会开车出出入入 你觉得是香港开车最苦恼的是什么呢 最苦恼一定是找地方泊车 你知道香港地方小车游多 在一个旺区也很难找到一个位置泊车 如果贪一时方便把车停泊 在不准泊车的地方 就会触犯交通法例 除了收到告票之外 还可能会被人拖走车 是的,其实如果驾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街上乱泊车 当然会收到牛肉肝 需要支付订额罚款320元 除此之外 交通法例在一些私人地方范围内的私家路 都同样适用 不可以乱泊车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大家如果在街上乱泊车 就可能会收到俗称牛肉肝的定额罚款通知书 如果在一些私人地方 例如在私人屋苑里的私家路 乱泊车 大家又想不想到有什么后果呢 我帮Semi买了些东西了 订了汽票 送货 拿着衣服去洗 再帮亲戚搬了个櫃子 今早Semi吩咐的东西全部搞定了 当然还差点东西 是不是订桌子呢 没有 Semi没有说今晚吃饭的 是什么呢 我差点什么呢 我想多了 算了, 帮车洗白白 今晚先给他个好印象 我先去 快到十二点了, Sammy下班了 我先想想去哪儿 糟了, 他们的旅行团团费 十二点前一定要进 糟了…Sammy千叮万足 我十二点前进货 他还提醒我, 已经迟了 旅行社说要取消订位 为何我这么没气性呢 如果真的去不了旅行 就一定不理我, 糟了… 最近哪家旅行呢 香港城 我们旅行, 但是那儿很多人 说得来也够了 有了, 想到, 龙蛇好远 哥哥, 我停三分钟了, 我锁了车 不好意思, 你也看到了 不准泊车, 为例会被锁车 如果你想解锁 麻烦你到管理署 交三百二元解锁费吧 哥哥, 我隔了几分钟 通融一下吧 我通融你, 老闆炒我 是谁可怜我呢 哥哥, 没转转了? 先生, 我也是跟例做的 麻烦你交罚款吧 其实私家路同样是受交通条例约束的 执法人员是有权向在私家路上违拍的车辆 发出告票的 而根据香港法例 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车规例 私家路拥有人 又或者是获授权的人员 是有权锁上 或者移除在私家路上违拍的车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亂拍车了 游场暑假很快就到了 有部分同学可能会做暑期工 未来片段就会说说求职陷阱 是的, 骗徒会欺骗一些想赚取收入的青少年 以无需工作经验, 工作时间有弹性 和赚快钱等等的字眼作招来 近年网上求职骗案越来越多 其中有骗徒就会抓住求职者 想赚快钱这个心理 在网上社交平台和讨论区 刊登招聘广告 声称可以以手艺去赚取丰厚的薪金 从而骗取求职者的金钱 我们一起看看 你好, Tobi 你好 你先进来吧 好 你这幅是不是贴转画? 你这么好眼力, 你也喜欢这些东西? 是呀, 我刚才上网看完这些贴转画 究竟在哪里可以买 刚好你就拿着那幅进来 这幅是我自己做的 这么厉害?原来可以自己做的 但会不会很贵? 那并不是很贵 我买材料只有一百多元 那并不贵, 但材料在哪里买? 我有朋友介绍我买的 我过了数去负责人户口之后 他就会寄材料到我家 我还听他说过 如果肯给多些按金 多砌几幅 还可以拿来赚钱 这么好, 又可以在家里砌东西 又可以赚钱, 真好 你搞什么? 没事… 那你可否介绍我怎么做鑽石画 反正我在家放假又没工作 与其上网购买 不如在家里黏着鑽石画 又可以打发时间, 又可以赚钱 那倒是 那我帮你买负责人 好…快点… 好, 那我帮你买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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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给你一些材料做鑽石画 会完成一幅 还有六百五十元报酬 那听起来还好 入会费又不贵 做一幅鑽石画也能赚成本 也能想过 不如你陪我现在去购买购买购买购 我想快点开工砌画 要不要这么急啊 走吧… 又有水鱼上吊了 看看 每人几百元, 即少成多 也有十多万, 这次发了 让我想个优惠片 你又要再送钱来 鑽石画的负责人说有优惠 买多两幅鑽石画的材料 就会送多两幅鑽石画的材料? 加上即是六百元, 又好像挺划算 好, 过去过数 去吧 上次你想借的相机 谢谢你 是呀, 那鑽石画的做得如何 不如拿成本来欣赏一下 我还没收到材料 不是吧?整个月了, 还没收到吗 是呀, 其实我也是问过一个负责人 他说大陆的厂有火热 要迟些才寄到材料给我 但好像很多工厂都是材料提供的 是呀,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不如去追追他吧 好, 我先问一下 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未留登记 怎样? 他的电话停止了服务 不是吧?几百元也逃跑? 他逃跑了我一千元 上次他送信息给我说有优惠 我又多了几百元给他 是呀, 越想越不对劳 不如去报警吧 就像片段那样 骗徒会要求求职者 要交材料费和按金 当收到钱之后 骗徒就会去如黄鹤 而他这个行为 其实已经干犯了 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 一经定罪 最高是会被判监禁十年 所以市民透过互联网求职的时候 应该先了解相关公司的背景 以防受骗 最后如果市民有怀疑 可以致电我们警方的 反诈骗协调中心 放编译18222热线查讯 Elena贯调中心 未经许和 attending